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開箱的呢 也就是美金龍最新推出的 Wave Rebellion家族的第二代 它從底延伸到了前面 Smooth Speed Assets這個滾動系統呢 就是落腳的感受 它的這個全掌填滿之後 真的有在穩定一點 哈囉大家我是李嘉然哲雷 沒錯 大家已經看我手邊的這雙鞋了 這幾雙鞋呢 就是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開箱的呢 也就是美金龍最新推出的 Wave Rebellion家族的第二代 那相信大家在上一支影片 就是我們去年跑大阪馬前 應該是一二月 今年一二月的時候有發表過 Wave Rebellion的全家族系列 首邊這一款呢 也就是Wave的Flash 那這雙Rebellion Flash呢 算是他們的定位中間的中階款 就是最頂級可能是碳板鞋 就是Rebellion Pro 那中階款呢就是Rebellion Flash 那還有一個入門款 是Rebellion Sonic 那其實這兩雙鞋呢 也算是我們在前陣子做 跑鞋統計當中 蠻多跑者來選用的跑鞋 就是這款Rebellion Pro 它的定位呢 是在全馬SUB3以內 都可以選擇這雙跑鞋來做使用 那全馬三小時到四小時之間 原廠推薦呢 是選用這雙 Wave Rebellion Flash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代跟第二代 究竟有什麼樣的升級差異 第一次要來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Wave Rebellion家族裡面的Sonic 2代 那這次的2代呢 承襲了上一代 Wave Rebellion Sonic 1代的跑鞋的設計呢 基本上算是小小的改款 算是小升級 第一個是重量上很明顯可以感覺到 比上一代輕了20克 那這次的Sonic定位呢 其實跟上一代還是一樣 他希望呢 他的定位就是放在 Wave Rider 27 像這樣的跑者可能穿著 Rider系列啊 平常在訓練當中 可能是很舒適 然後很萬用的這種類型 但偶爾可能想要加速 或穿著Rider 27一段時間後 或許會認為有點不夠的時候 Rebellion Sonic 2 就是一個升級的好選擇 那這一代呢 穿著的腳桿上 我們剛剛這樣跑了幾次 甚至我也跑過 兩到三次的十公里的心得啊 實際穿著起來的感覺 會認為他比Wave Rider 27來講 在操縱性上是更加提升有感的 在腳桿上會覺得非常輕盈 而且在推進感受上 他的這個TPU的這個材質啊 也延伸到了前掌 所以整個在推進效果上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鞋子在給你很好的這種推進感受 不會因為他是比較入門的鞋款 就會穿起來覺得有點軟軟的 沒力的感覺 他的中底材質呢 都是使用這個Energy的中底 那中間一樣搭載的就是這個 Wave波浪片 只是他從底延伸到了前面 都有這個波浪片的這個系統 所以推進感受上會更加明確一點 那這雙跑鞋呢 在原廠的定位 會建議在全馬 四個小時以外的跑者 都可以來選用 像這樣的跑鞋呢 我會非常推薦 如果你已經穿著Rider 27一段時間的話 想要追求速度可以稍微有點提升 但又還沒有辦法 加於更進階的碳板鞋 或是比較厚底的跑鞋 或許這雙Sonic 2代是非常適合你的喔 第二雙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雙 Mizuno的Wave Rebellion Flash 第二代 中跑鞋的定位呢 或許在他們家認定是中階跑鞋的鞋款 那官方的數據宣稱 大概是適合Sup3到Sup4之間的全馬跑者 那跟上一代的Flash第一代呢 可以看到外觀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上一代相對於起來是比較像Sonic 但這一代的Flash第二代 是完全走向了Pro的這種系統 有沒有看到它前高後高的這種上翹設定 這次的這個系統呢 就是搭載的叫Smooth Speed Assist 就是一個平滑速度的這種滾動系統 那它的設定呢就是讓你的後跟往上削減上來的這種狀態下 會讓你踩在地板的時候 體感上的感受啊 會比較感覺都是中足或是接近前掌落地 所以在跑動的過程 你就會不知不覺被這樣的Smooth Speed Assist 這個滾動系統呢 帶到幾乎都是中足或是前掌著地 你就做不太到後跟著地的這種狀態 那它的中底材質呢 這次是搭載了跟Pro2一樣的 Energy Lite Plus的上層的中底 那下層呢 一樣是搭載跟Sonic一樣的Energy 那整雙鞋的重量呢 大約是245克的重量 那在鞋面的部分 也幾乎是接近Pro2的這種編織鞋面 所以整體的包覆效果是很好的 那在整體穿著起來的感受啊 我在剛剛實際跑步的感受上 會認為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雙跑鞋啊 或許想要它的調性不要這麼暴力 不要像那雙碳板鞋這麼高規格 但又想要找一雙平常在比賽過程當中 可以拿來使用的一次在競賽跑鞋的話 或許這雙Flash第二代是非常適合你的選擇 因為它的感受上 在往前推進的效果啊 我認為在跑五分數左右這種配速 會讓你在落地的感受上 它自動幫你矯正到進行中足或前掌落地 雖然啦 這樣跑起來的感覺 會讓你小腿負擔可能比較明顯一點 但我會認為在這樣的帶動滾動下 你的步屏啊 會不知不覺的被帶起來 所以跑起來的感受上 會認為是比較輕快的 第二個是它落腳 它的這個Energy Lite Plus 這個中底材質 會讓你落腳的感受上 跟剛剛的Sonic 是完全不太一樣的腳感 這個往下落地的感受上呢 會是比較Q軟的感受 但是因為它的鞋型設計 又會往前滾動 帶著你持續往前 所以鞋子的這種 前高後高的這種設計啊 就會不知不覺的 一直帶動你滾動向前 滾動向前 但是這個中底的這個中間 一樣搭載了這個Wave的波浪片 那它的波浪片材質呢 是玻璃纖維的複合材料 所以是全掌勢的可以看到 看一整片都在中間 那鞋底的大底設計呢 其實跟我們待會要介紹的這個Pro2 幾乎是長得一樣了啦 只是它的大底的材質 是有點不太相同的 所以整雙Flash 2 我認為會是這次的Revealm家族當中 改款最大 也最適合大家如果想要體驗這個 美金龍最新的這個Smooth Speed Assess 這個滾動系統的話 可以很好入手的一個選擇 真的也不太一樣 它的二代跟一代的腳感上 就是落腳的感受 它的這個全掌填滿之後 真的有再穩定一點 而且這個滾動感受啊 會覺得一代好像已經很暴力了 但我覺得二代它的角度上 有跟一代做了一點點調整 所以推進的感受上 二代真的更暴力一點 最後一雙也就是最值得期待的這雙Web Rebellion Pro第二代 還記得上一代我穿著這雙斑馬鞋去跑大斑馬的時候嗎 這雙跑鞋已經是非常非常暴力的一個存在 沒想到今年的Web Rebellion Pro第二代是更加暴力 它整體啊 跟上一代的設計語言其實基本上是雷同的 但如果大家仔細看啊 就可以發現 它平的接觸地板的這個角度 從上一代比較接近後跟 到這一代 整個是往前 再往前推進了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穿著兩隻不同的腳 在跑起來的腳感上 會很明顯感覺到 Pro2跟Pro1相比起來 在落地的時候 在Pro1感覺是整個腳掌 著地往前推 是比較整個面一起的 但如果是Pro2的話 是著地之後 你光是剛著地的瞬間 就會覺得 在這個中足偏後一點點的位置 就已經有一個人 一直要推著你往前跑的那種感覺 所以整體的暴力程度 我覺得相較於上一代的這個Pro1 是更加明顯有感的 兩個禮拜前 我們去參加這個美金螢街賽的時候 我就穿著這雙Web Rebellion Pro第二代 去跑我的5K 更新了我的最佳成績 是跑了18分11秒 當時候的配速 大約是每公里3分38秒 在那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穿著這雙跑鞋 完全是綽綽有餘 就是這樣的跑鞋 帶給我在5公里 18分11秒 大概3分38秒左右的配速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鞋子 給你源源不絕的動力 但我個人認為 如果是我可能再遇到10K 我就有點緊繃了 我可能已經快撐不住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這次的亮點 第一個在鞋底的部分 它一樣是搭載了這個G3大底 所以抓地感受上 我覺得是無庸置疑的 就是非常好 在落地啊 轉彎的這種剛性上 都是非常好的表現 那第二跟上一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上一代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缺口的 這一代做成一個整合式的 大體是一致性的 中間沒有斷掉的情況下 在落腳的感受上 其實是可以感覺到更完整 而且更穩定的 所以再加速的感覺 上一代或許我現在覺得 中間這一段有缺口 好像跑起來沒那麼穩定 這次也做了全新的大改款 那中間也可以看到這個Wave這個波浪片 全碳纖維的這個一體式貫穿整個腳底 所以像剛剛講的 在跑起來的過程 我會一直感覺到落腳之後 是中足偏前掌落腳 但你在這個 大約是這個地方的位置 會一直感覺有一個人 落腳之後 就頂著你的中足偏後的地方 要往前推往前推 往前推的感覺 這個明顯是非常清楚的 那這次的中底呢 是有稍稍的升級 搭載的是Energy Lite Plus 是新版的中底科技 搭配上一代的Energy Lite 所以上下兩層的這個中底 在落腳的感受上 其實是非常Q軟 但又不至於到 稍微有點太過於軟的這種情況 相對於上一代的話 我覺得這一代的腳感 是比較Q軟一點點的 如果上一代硬度有10分 這一代我覺得大概是 8.5分左右的這種感覺 那鞋面的部分呢 跟上一代其實差異是沒有很大的 一樣有一些透氣的網眼 那整體的包覆性啊 在跑加速的時候 3分30 3分40這種速度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感覺到 鞋面啊 是可以非常完整的 包覆住你的腳背的 那這次的Pro2啊 在上一代 或許有些人覺得 可能要挑選 大半號的這種腳的尺寸 那我個人 在鞋子的尺寸跟上一代 拿的一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需要拿大半號 所以我個人認為 Pro2你可以拿圓尺寸就可以了 那聽到這邊 你對於它的一些 各項升級 應該也是非常清楚 那官方的宣稱它的定位呢 建議是 菁英級選手 就是SUB2.5以內 全馬的成績 穿著這雙跑鞋 才可以帶給你更好的幫助 那我個人認為啊 5K 10K啦 我覺得還算可以駕馭的區間 就是大概 3分45以內 我覺得這雙跑鞋 就可以發揮到很好的效果 那當然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跑鞋雖然強歸強 所有的頂級科技 都集結在這雙鞋子的精華上面 但還是要為了小腿著想 如果你對於強度來之後 有點負荷不了的話 或許我們剛剛介紹的Flash 更適合你 那這雙跑鞋 我認為在5K 如果你想要拚 自己的最佳成績的話 20分內 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介紹的 Wave Rebellion 全家族二代的開箱啦 那我個人認為呢 最值得升級體驗的呢 應該會是這雙Flash 第二代 那因為這次第二代的設計呢 整個語言呢 更貼近了 PRO了一點 但它又沒有碳纖維板 這麼特殊暴力的這種狀態 會更適合大家的嘗試跟體驗 重點是它的定價也沒有那麼高啦 大家到時候在台灣上市的時候 也可以關注一下 台灣美金融官方的這個售價資訊 那如果你是剛開著跑步的跑者呢 或許這雙Sonic第二代 就已經非常適合你 如果你認為穿著這個Rider 27 一段時間 好像有點不太夠的話 這雙Sonic第二代 我認為它的推進效果 跟它的操控性來講 都是滿好的選擇 最後一雙呢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找一雙暴力到不行 可以破最佳的好選擇神病利器 一定非PRO2莫屬 這雙Rebellion Pro2呢 我個人認為它的推進感受 在修正的這個倒腳的設計之後 跟上一代是真的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 在落腳往前感受的推進效果 是相對於上一代更升級的 那這次的這個PRO的二代呢 在整體的設計啊 外觀啊 我個人是非常看外觀的 就是這個設計 欸很帥吧 這個設計的鞋款 我穿出去這幾次 應該穿出去十次 有被問八次 這雙跑鞋是什麼樣的型號 而且它是什麼時候才會推出 所以我個人認為它的外觀 是非常吸睛的 如果你認為 你想要找一雙 真的是推進效果很好 對於你的比賽 破最佳成績是很有幫助的話 PRO2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但如果你覺得這雙 對你來講有點太過於暴力了 我認為Flash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畢竟 你不覺得他們兩個長得很像嗎 幾乎一樣吧 看不太出來的差異 當然中底的材質啊 跟碳板的這個材質 還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我覺得Flash 可能是 在我們頻道中的這個觀眾來講 是更適合大眾選用的一個鞋款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開箱的 Wave Rebellion全家族二代的系列 不知道大家 哪一雙鞋是你們認為 這次最想要嘗試體驗的呢 也可以歡迎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最近呢 它又即將在台灣上市了 或許看到影片的現在 欸等一下等一下 喂 OK 蛤 是喔 啊 跟你們說啦 這個鞋子 一月中一月中好不好 台灣就即將上市了 所以接下來 一月中左右 歡迎大家去 實體的門市啊 去試穿看看這三雙不一樣的跑鞋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受 那我個人推薦啊 我的Sonic 跟Pro2 其實都是穿著原尺寸 那今年我覺得Flash 或許大家可以嘗試拿大半號 可能腳的 合適度上會比較合適 當然還是要試穿最準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你的家楊澤爾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記得持續鎖定我們接下來的比賽影片喔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